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就是我的想法 功夫瑜伽是个中国跟印度合作的一个项目 我一起很喜欢印度的文化 功夫是中国的符号代表 瑜伽也是印度的一个符号代表 印度的刘德华叫Solo 他在印度很红 很高大 一米大几 哇 肌肉练得非常漂亮 像完全是个人版一样的 我玩了Rindol 他来自印度 我相信他必须要抗争 把他的正确赢 印度的女主角 Smitha 演那个公主 我发现她 还是有一种贵族的气质 我演了一位教授 一位教授 一位教授 我找到我的家庭的秘密 包括演她的妹妹凯拉 能个战舞 都会唱歌 都会跳舞 她是一个很仅仅的印度 她是很有趣 她很帅 她很帅 她是比较玩笑 她很年轻 她很健康 她很健康 她很帅 去到了印度 每个人帅的皮肤 又黑发亮 衣服 真的像从非洲回来 印度其实这个魔术文化 其实一千多年前就有 她们有碰火呀 有很多 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 拿着一个杆子 其实漂浮在空中 我就把那个真真假假的东西 我把它给串起来 哇 这是实际 在印度上 我们拍了一个完全行动 甚至印度人们 都在看着 他们在看着 他们就觉得 我的天啊 你从来没有看到这个 然后就想想看见 Jackie Chan 在印度上 我看见 那是很棒的 非常有趣 我穿了个印度装 是印度男演员 送给我的 特别为我订做 还绣了个笼子 把我的那个 家族的肥脏 给绣出来了 把我的家族的肥脏 给绣出来了 锁住那肥脏 放在那里 把那肥脏 给绣出来了 那是一件事 你必须要学习 不是他的国家 中国 他们那种跳舞 太难了 那个手脚 那种动作 那个头 我就很欣赏 那些女孩子会动头 我就不会动头 而且他们那种 很快的那种动作 他们可以做任何事 然后 它是很奇妙 他们不可以做这个 我们可以做 但他们不可以做 这种瑜伽 太极 太慢了 对我来讲 拉拉筋什么都会拉一下 但是 那么高难度动作 没错 一字马 半字马吧 八字可以 一字不行 第一次 我们有中国演员 和中国演员 在同一个平台上 是一部很欢乐 看了会很开心的 一部动作喜剧 你可以一家大小 过年的时候 一起去看